鳳山必吃美食 這一位 兩箔羊肉 這一碗湯就是他們家的招牌 大骨湯了 羊肉香氣超香的 而且還有那種中藥材的香味 慢慢的飄上而來 有濃濃的那種藥材香 但是喝起來不油膩 非常的清爽可口 然後你看肉這麼多啦 這一支大骨湯 滿滿的都是羊肉 這羊肉好新鮮喔 吃下去的時候 一點羊腥味都沒有 好過癮喔 店家很貼心喔 還會特別給這個人客一根吸管 為什麼咧 你看 裡面的 滿滿都是骨髓精華有沒有 這個千萬不能浪費掉 懂吃的人就要這樣 很讚耶 像這邊啊 賣羊肉是老店了對不對 後面的地方 是非常出名的番薯街 它雖然說現在店家比較少 但是來這邊吃一碗羊肉之後 也可以去後面走一走 繞一繞喔 鳳山真的不只是美食多喔 隨隨便便的來剛吃完東西 就看到這個地方 是草工具 看起來真的非常古色古香耶 有小橋流水 還有這個後面的這個 用石雕做成的石牆 看起來真的好漂亮好舒服喔 來晒一下鋪吧 什麼的石雕石牆 像是鳳山赫赫有名的平成炮台 能在都市裡面 與文化景觀互動 實在是太浪漫啦 鳳山必須壘食這一位 鹹酥雞 阿肥啊 之前也有上網看影片喔 每個美食節目來 都有介紹這一間耶 看得我心癢癢的 好不容易終於輪到我來高雄 一定要來這邊採一下點 來看看 你看整個牌面非常的誇張 滿滿的都是鹹酥雞的料 這個夾起來總共有幾樣啊 八十三樣 八十三樣 這個料是什麼 一串是十元喔 十元 也太便宜了吧 那我要鹹酥雞 魷魚 雞皮 甜不辣 黑輪 謝謝 不是吧 我剛才點幾樣 這大盆是什麼 太誇張了 你們有點這盒頭嗎 這是什麼 鹹酥雞 這麼大一塊嗎 就根本雞柳條了吧 你看 肉有多厚 而且很神奇的是 它這麼炸塊 居然依舊鮮嫩多汁 我的老天鵝啊 這鹹酥雞也太厲害了吧 鹹酥雞也是他們家的招牌 對 外面像餅乾口感 一點鹹鹹的 但裡面還是會有那種QQ的感覺喔 雞皮 來吃一下 一點都不油耶 很棒吃零食 好炎口喔 老闆 你怎麼那麼會 小肥 我剛剛點的魷魚咧 找到了 你看 魷魚這麼粗 這麼大一塊 這魷魚非常的好嚼 所以說因為它炸過之後呢 就變乾 很好吃 太棒了 鳳山必吃美食這一位 愛玉冰 必到當的老闆娘 我想吃一碗那個 菁姐檸檬愛玉 好 我馬上也要給妳 這麼大一碗 酸甜啊酸甜 吃起來好舒服喔 真的 野生愛玉籽 野生愛玉籽 愛玉不好做 因為要洗對不對 對 要洗熱水的 洗熱水澡的愛玉啦 不得了 難怪那QQ的 對不對 對 在四季如下的高雄 來上一碗酸酸甜甜 軟軟嫩嫩嫩的愛玉冰 保證讓妳的心情 就像是愛玉 QQ的 愛玉的 鳳山必吃美食這一位 鳳翼麵線 你看這一碗麵線 掉這麼多 已經滿到邊緣都快溢出來了 你看喔 滿滿的 都是麵線跟 然後呢 跟那個肉塊 還有這個小腸 腸子 隨便一撈就有 真材實料啊 直接來吃一口囉 哈比一般海北麥麵線 口感再濃稠一點 帶點胡椒香氣 然後微微的這個蒜香 裡面都是這麼大的一個肉塊 腸子呢 它要用的是小腸 處理得非常的乾淨 一點都不會有腥味 後面還有這個辣椒 吃吃看它 加一點點辣椒 吃起來是什麼感覺 有一點微微的麻辣感耶 小飛很會喔 這麻辣感啊 跟麵線糊的鮮味 在口中的交互作用 辛辣竄上腦門 與湯頭的鮮美相輔相成 也難怪這家店 總是大排長龍啦